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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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哥仔,在搞什麼? 我在找玉敏在哪裡 什麼玉敏在哪裡? 什麼,今天25日,我在找玉敏 射馬購物車在哪裡? 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獨立付費節目 25號已經可以交的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又或者有波踢,那天才交 可能是虧了一閘的 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完美 就是電腦來,讓我自己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不是,步步友在外面,好像走過一樣 已經過了 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賣變大運財 外面的大賽科士 接近終點,步步友很輕鬆 贏出這場香港 不然你這樣 買Radio節目月費計畫 每月月費專享 馬場USB賽事推介 好,回來最後一節的馬場USB 送走了芝師兄之後 只有我由達一個 跟大家說明天的日本賽事 因為明天 香港就沒有賽事 要到星期一才有 明天第一次 雪羊獸駐 大阪杯賽日 當然大阪杯 去年開始就叫做 升格了做Group One 去年贏的部分就叫做 北部圓區 今年呢 其實今年 我自己初步看的觀感 這一場的大阪杯 那個平均 實力的平均 都是近年 我看這個 都是很罕見的 一場 賽事 當然 如果以馬房來計 當然就以池江泰秀 主宰大局 因為他都 四匹 放了四匹 四匹都有機會 都是一些機會分子 分別就是二號的李健光鑽 Saturno Diamond 五號的波斯劍客 十號的李健貴族 和八號的艾恩遺跡 四匹馬 看起來就好像真是他主宰大局 但是是不是真是這麼簡單呢 還有就是這麼說 杜滿奈 就是 杜滿奈 特地有很多馬 這次杜白有很多馬 其實是他的座騎 他都不去 特地留在日本 跑赤文雅之士 但是文雅之士 這次排過十五檔 其實也是很考 剛剛講這個時候 剛剛那場阿喬斯錦標 剛剛跑完 先說賽果給大家知道 頭馬就是十號的松林貓 跑第二的就是五號的狂暴不羈 第三名就是九號的力鎮海嘯 然後第四名就是二號的華虎 剛才那些奉天內那些 又是跟了一段 放放下 又跟著都是 都是均速了少少 跑不遠 比較中間回來 贏過一匹的松林貓 就贏得很出色 但是那場另外一匹大熱門的 衛南海角就在雜前退出了 所以這個就要大家留意 講回這一場的大阪杯 其實是否真的 就是池江那些馬是可以控制大局 這個待會我們可以再講 另外還有一些都比較是 二千的正宗分子 譬如說山勝最強 聖木層次 聖木層次 上次去年跑香港盃都跑過第五 黃金靈人 另外就是那隻的勝出光彩 贏了一場中山紀念日 接著就直白這一局 看這一場 接著還有一隻蔡黃禎 都是很平均 真的今年的大阪杯 真的相當之平均 所以我都 你說很難 就是找不到一匹 叫做很 outstanding 就是不同 不同去年 那你有隻北部圓區在那裡 就真是一枝獨秀 跑得都很出色 那我們不如首先 就看一看 我們有些賽事片段 那一刻都準備了一些賽事片段 給大家看 首先看這一場 就是今年的金虎賞 這隻的山勝最強 就三度衛免 就失敗了 那現在 擺前面那一匹 就是 就是 現在呢 贏馬那一匹 就是白備良那一匹的文雅之士 那現在這裏 都已經是 追著追著追著追上來 拍著 李健貴族 然後 過了它 後面 現在看 黃帽 湧得上來 很厲害的那一匹 就是那匹李健光鑽 最後呢 這隻文雅之士 就贏了這兩隻 李健治的馬 好了 到這個 中山紀念 看看哪一隻 其實看看那一匹 贏馬的勝出光輝 現在帶黃帽那一匹 橙帽那一匹 其實後面呢 還有一匹波斯劍客 這匹波斯劍客 其實就反而 留的位置比較厚 這裏呢 都在外面衝上來 那現在這裏 這隻 這隻勝出光輝 就過了一隻馬國之巔 那四號的波斯劍客 這幾步就追上來 都追得好行 但是都已經為時已晚 最後就跑第五回來的 好了 接著就到這座 美國賽馬會杯 那看就看 贏那隻 一Q的 贏那隻就是蔡王禎 Sunday Racing的馬 那現在就是 接著呢 就是另外 這隻密奇燕子 那密奇燕子 其實就比較厚 小小的 現在開始衝上來 但是呢 現在呢 這匹蔡王禎 就已經透出了這隻贏 那這兩步 這隻密奇燕子 就追回到第二的 這場 好了 接著到這個京都紀念 就看一下艾恩遺跡 那現在就拍著 在金枝壩後面 粉紅帽那一匹 就是艾恩遺跡 那這幾步呢 看它好像過得到的 但是呢 它雖然就壓到那隻金枝壩 但是裡面那隻 就是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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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就太厲害了 沒有風的座棋 過了那隻 只是捱了一個第二 好了 跟著到這個小倉大賞典 那就是看那一匹 那是爺馬的班斯回潮 就是現在呢 鏡頭剛剛透出 衝了出來 那隻 那其實這裏呢 它都是吃著跑道形勢 因為呢 小倉馬場的直路 是比較短些的 那現在這裏呢 一拌了出來 已經是搖搖領前 彈了 來贏 但是這場賽事 那個對著的對手 就差很遠 那這次就大 大幅升之下呢 那都要考驗一下他的實力了 好了 跟著到去年 有馬紀念 那當然是看一隻 文雅之士 和高尚進入 那現在外蘭 就是內閃的那隻 就是文雅之士 那也都押了那隻 高尚進入 那現在兩隻馬 就一起這樣 上來 那但裏面 就被 Queen's Ring 就偷了個第二去 那這個 這個 高尚進入第三 那最後呢 文雅之士 就僅僅 就頂到個第四 那這場馬呢 提升頭 都看了好幾段的賽事片 其實都是 近跡那些 就比較是 看近跡比較好些的馬 但是當然 剛剛所說 班斯回潮 所對的對手 就比較是差些些 還有這隻馬 就是第一次 就是那場馬 就是第一次 上了Open Class 第一次跑級制賽就贏 那當然這隻馬 就還有幾多在手呢 那這隻馬 都是一隻四歲馬 來的 看看他這一場 可不可以挑戰到 那至於高尚進入呢 就在右馬幾年 跑完之後 就一直到現在才復出 那至於其他那些 你看到大部分那些 都是跑完 這個 入美國賽馬會杯 那場AJC AJC級 中山那場 或者金虎上 中山紀念 都是拿那幾場晉級賽的 那至於醒目層次 跑完場香港杯之後 就今年就第一次復出 那就 因為沒有風 就去了杜拜 跑了一隻得獎者 那所以這次呢 就換了四位陽文 就排過六檔的 那講了一個大概之後呢 那其實呢 都想和大家 就給回 我都準備了一些 就是 這一部份的馬的神操片 那因為今次呢 就是我比較特別小小 就是因為呢 就是今次 如果大家看回 這一部的馬十六匹裡面呢 那關西的馬呢 其實都是佔成 好大多 好大部分的 都是佔成十三匹的 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那所以我今次呢 就只準備了一些關西的馬 因為還有呢 如果你說關東的 就是密奇燕子 那另外就是 那一匹的 聖出光彩 還有就是 這個 人間國寶 那都是這三匹 那所以就變了 我就準備了一些 比較 機會 比較 看好少少的 和大部分是 關西的馬的 那一匹的神操片 那就和大家 就研究一下 那我們就看看 那些神操片先 那現在就到了 那現在 二號的 李健光鑽 那就是護旗歸太親屍的 那現在是 內蘭 在內 裡面 戴著眼包那一隻 那這裡呢 你看到他呢 其實上 跑完之後 那場金虎鑽 其實都是 看到他後上如飛 那再散了一次 那現在呢 這隻馬 你看到護旗一按 已經是自動搶前 那這裡 再撒開大步 其實這隻馬 就已經是 又fit了很多 那看一下他呢 這次排的二檔 會不會好走些 那些路程 就可能是偏短些少少的 好了 3號的山勝最強 那這匹馬就正宗2000馬了 那但是呢 每次他跑那些一級賽 就每次都是差一點 但是這匹馬呢 就長期都fit的 你看到 慈天謙一 都是按僵按著 這隻馬都已經撒開大步 交出都幾快的加速力 這套後裝都很圓魂 這隻馬就真的很fit的 你不要看他末段 那個200米就是12秒 但是他真的姿態很輕鬆 問題又是 對著這堆對手 他又可能是差一點 好了到了 這隻高尚進入了 現在是軸鏡頭左手邊那一匹 三號王城就親似的 跑板路 那這裏呢 你見到他呢 這隻馬周開始 就是 狀態好回來 這幾步你用到 已經是過了一遍那隻馬 但是他都沒有怎樣推 這幾步再 一分薑再立 這隻馬再撒開大步 這隻馬開始來了 這隻馬 狀態不錯的 好了 接著到波斯劍馬 這次換了福永又一 現在戰咀指著那一匹 這匹馬呢 其實上一次那陰中山紀念 都是有少少 就是 道滿來也有少少托大 就是這樣 就輸軌了 那這裏你見到他 就是按住 阿福永又一按住 這隻馬都自己都走上前 加速 這些正宗典型的 Miler 其實他二千都到的 因為你跑這個 高月上都是輸給艾恩為職 這隻馬 光年二千當然適合腳法 看著他 這隻馬都是進步之中的 狀態不錯 好了 接著到 聖木陳哲 灰馬 四位陽文親士 這隻馬 去完香港回來之後 那隻馬 你見到他 都是慢慢做功夫 那 那 現在這裏 見到他 都是 擔住 出步 都是 都幾爽朗 那 是 一出 走來跑場 這樣 就可能 難度高些 好了 接著到艾恩為職 這個八號馬 箭嘴指著著鏡頭 這裏 他其實 特地都放在後面 現在這裏 才追上來 見到川田 鬆一鬆僵 這隻馬 都自動 又是搶前 又是撒開大步 這隻馬狀態 上一場跑完 經都幾年之後 又有更進一步的 提升 這個狀態 這幾步 你見到他的步 都是很實正 還有 後裝又很夠力 這隻馬 狀態又是不錯的 池江幾匹馬之中 這些匹馬 都是不頑 好了 到班斯回朝 從田大座幫他操 這裏 你看到他 走勢 都比較牽強 都是拖著 出步 都是拖著 但是狀態都是 普普通通 雖則 他贏了那場 小倉大傷點 但是這次 他對手 真的強了很多 看看他 可不可以 有突破性的演出 這狀態 就一般 好了 接著到另一匹 池江的馬 李健貴族 現在指著 中間 現在選人 這匹馬 這匹馬 又是典型 二、三級賽 跑得不錯 到一級賽 又是差一點 那場金虎 想跑第二 因為勝賽主動 但是這次 我估計 也是幫助 李健光鑽做步速 這幾步 狀態可以保持 這次的對手 實在太強 可能比較難走 但是狀態是OK的 這匹馬 接著 山勝雷神 這隻馬 有一個問題 之前在板臣大賞典 跑過第六 但是這次大幅縮情 你看到他出步 都是粒粒的 最大問題是 這麼短時間 由三千米 縮了一千 你見到他 可能會吃力一點 狀態麻麻 好 接著到夢飛翔 這個助手跑的 看到他都是死步頭馬 其實那一天 對上一場 在京都小倉大賞典 就輸給班斯回潮 跑第五 你看到他都是死步頭 這樣坐下坐下 狀態都是差不多 但是又是問題 這次對手實在太強 我想都很難突圍 接下來 就到十四號 蔡王晶 這匹馬 贏完 右手邊 現在有些白臂糧 那一匹 現在有些 贏了那場 AJC 美國馬國錦標 其實狀態 也有更進一步 這幾步拖下去 都是 那些 步頭都不錯 但是呢 這次的檔位 比較頑皮 看看他 奔中進 怎樣發揮 這場馬 最後 跟著就到文雅之士 這裏 杜滿來親屬 這裏 專門拖慢 慢慢拖著 現在這裏 開始慢慢加速 其實 交出來的反應 都不錯 這次排十五檔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但是 現在的論馬 他贏了一場金虎相之後 其實狀態都提升得都不錯 這次 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始終他都是 不知道他 那個 右轉的問題 是會怎樣 你看上次的 右馬紀念 真的差一點 但是你看到這裏 出腳就沒什麼問題 狀態也是很好的 這匹馬 這次這場馬 其實都是這樣說 究竟是否真的 這麼簡單 池江四路輕兵 獨挑文雅之士 表面看上去 應該都是這樣 所以這場馬 其實都 我覺得又是 比較難爆冷 因為 提到那些黃金靈人 黃金靈人 其實那場 對上一次他跑那場 美國馬會錦標 其實那場馬 都已經是 又是跑不回來 都輸得都很遠 剛才我們都沒有提到 今次又是 用回吉田准人 又是不知道 會不會有些幫助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都是中山馬來的 去到板神又是差一點 所以這一場馬 其實我覺得都是 真是 好像牌面所講 池江泰秀 主宰大局 看看文雅之士 可不可以招架 不過今次文雅之士 就真的排過十五檔 我覺得 都要好看早段 杜曼萊想著怎麼擺 因為這隻馬 其實 以往他 贏馬 或者他跑得近 他都是擺在一個 叫做 中間的位置 有馬紀念那場 就因為 檔位的問題 縮在後面 最後就衝上來 想著衝上來 誰知道 又撞對他 轉腳 轉得不順 又耐屎 變成全面 有機會之下 就被 王后保戒 和高尚進日 偷了 二三名 變成他也是 啃頸 但是今次 又是排到一個外檔 好像有馬紀念那樣 究竟他是不是很握一呢 現在在日本的賠率 都是李建光轉大熱門 次熱門就是文雅之士 第三熱門就是艾恩遺跡 艾恩遺跡 這次上一場馬 已經被川田過了 其實就是 你看回他上次 就是剛剛那個操練 其實他的馬也是 又是幾合他跑的 還有他剛剛上個禮拜 又叫做贏了一場高重攻 其實那場馬 雖然我對他這個人 都是很有意見 但其實的確 他那場馬是 是 就是跑那隻 鐵柱成針 就真的跑得 真的跑得不錯 那麼 那麼 最後那部 剁了一隻 Let's go donkey 都無話可說 但是都沒有辦法 所以這場馬 我覺得都是 都是比較正路 少少的 那麼當然 當然要選一隻李建光轉 那麼其實呢 就是在我昨天 和李無華通電話的時候 那麼 我們都 我們都 我也有和他討論過 這隻李建光轉 那麼當然 他都說了 如果 如果不是他要去杜拜的話 那麼基本上 這場馬 就應該都是他騎回 那麼 上一場馬 他那個金虎賞 那個第三 那是真的 是有少少 路程 都是有少少偏短 但是這次他又再跑二千 那麼可能 我估計 這次他又不會留得太厚 還有 這次有個二檔 他應該會走回 那個山位 讓他可以 緊咬捕捉 不要說去到最後 這樣過 那麼看看可以跟 文那之士 是怎樣爆發 但是我覺得 文那之士 都是可勝不穩 反而我 張文那之士 都是擺第三選 然後 李建光轉 應該跑完這一場之後 他都是 目標都是向著 那個春季古馬三貫進軍 跑完這一場之後 跟著他就 跑回合腳法的 春季天皇上 然後就在寶寵那裡再見 所以 所以他是有一個任務 還有護其歸態 你要嚴格看 他其實都很久沒有贏過 Group One 都一段不短的日子 因為 其實就是說 去年他 因為要爭冠軍 很多時候跑大賽的時候 他要避了李武華 就不跟他正面衝突 就跑去別的場跑 跑了別的場跑 他連跑一級賽的機會便少了 所以去年他都沒有贏過 Group One 今年 即是今天 明天 剛巧他又撞到李武華 飛走了 去到杜拜 他就應該要把握這個機會 就是撿回一場 Group One 所以我覺得這隻李建光轉 是 滿得來都有道理 還有隻馬難得 還有難得 就是護其歸態 其實以前跟 池江泰秀那個關係 那個交收不是那麼多 那這次難得 旅遊可以獲得 池江的垂青 找他跑 那都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起碼 池江泰秀真的很多大賽期指 那好像這些馬海戰術 那如果遇上一隻給他 那都可以爭一下 那不必 不用說被李武華 或者杜滿來 這樣去壟斷了 所以這隻馬我自己 就一定要抱他 熱門都要抱他了 那跟著 對啦 那要再選到下去 那我會選一隻波斯劍客 那其實這幾隻 就是盜滿來的那些馬 那其實都是 都是要值得留意的 那這隻馬 那這隻波斯劍客 其實上一場馬 那就 輸得都不是 其實都不是那麼好彩的 那個走勢 走勢不是走得那麼好 之下就贏不到那場中山紀念 那其實這隻馬 我都講過了 就是去年他能夠以三歲身份 贏到那場MOW CHAMPIONSHIP 其實都是一個 都是有一個 實力的指標來的 因為 以往三歲馬 能夠贏了這場MOW CHAMPIONSHIP 之後呢都能夠 發揚光大的 之前那兩匹大樹快車 和這個外例數碼 都是可以 贏完那場之後 到四歲五歲 是可以光黃四四的 那所以這一匹馬呢 也都是G1 RACING的第一匹 的good one winner 所以這一匹馬 大家可以留意他的 還有我覺得他換了 福永優位 福永優位 我相信他都會 打回一些爭氣球 都要告訴人 那些日本騎士都不是廢的 還有 起碼我看回他 就是剛才看那個操練 那些馬 看他都已經是 都真是很合拍 那說真的這些馬 如果你到滿來翻 就是到滿來選了騎 如果將來他的同場 不是沒有他 那些馬都未必會 未必會給他 福永優一炮 所以他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盡力去爭取勝利 所以這隻我會要的 那麽文雅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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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都不能夠飛了他 那第一 始終來講 你都要尊重到到滿來 就是他連有杜拜 那麽多隻馬都不去 就留在日本 就跑這一隻 那當然在他心目中 心中有馬 這個很明顯 那麽也都可以 告訴大家 如果到滿來 他是不去杜拜 那麽他那幾隻 原本他那些 杜拜那些 那些坐騎 那個機會 是否真的那麽好呢 那麽這個 這個也是值得 大家可以深思 那麽 所以這隻文雅之士 受算他排過十五檔 那麽 又轉又沒有左轉那麽好 那麽但是呢 始終你又要尊重 尊重他那個賽職 即是你金虎上那一場 的自車角 他是切切實實的 這樣贏你 那麽這隻馬 你又不可以看死他 那麽 希望他走得 那個位比較好 少少 機靈一點 就 沒斷就爆一段出來 那麽 那麽三隻 那麽其實第四選 其實我都在幾隻之間選 那麽他選的 山勝最強 啊 艾恩遺跡啊 啊 甚至乎現在那隻高尚進入 那麽這幾隻馬之間選 那麽其實高尚 那麽 那麽我最後呢 選來選去都選一隻高尚進入 爲什麽呢 因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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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的狀態 其實慢慢慢慢都走回 慢慢慢慢都跑得越跑越好 那麽走勢都不錯 那麽 其實他二千 可能 就會更加好 就是我始終覺得 雖然他去年是贏日本盃 那麽但是那場 日本盃贏呢 就是我覺得 都有少少少幸運成分 和他 和是報民那個 戰略是用得相當之好 因爲他知道你 北部園區 搏了搏了那場 那麽硬正的 秋季天王上 那麽狀態有少少回落之下 他就是看著你這隻馬力弱 他才發力去追你 那這場馬是贏 完全是贏在報民的技術 那麽 那麽之後 再跑右馬幾年 都已經是 已經是調轉了 那麽 那麽所以 那麽這隻馬 難得他又馬 過了一些 一段時間 他又粗發回起 那麽 那麽三浦王城 也都很久沒有 真是守執一隻 那麽惡的馬 那麽今次 那麽 那麽當時我看過牌 那麽為什麽這隻馬 會被他跑 那麽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 都是機會 會比較好 那麽 還有三浦王城 起碼就是 近期他騎馬 都叫做騎花 好一點 那麽 所以這個人 這隻馬 和他有個四檔 那麽變了 前中位 那麽 找個空位 轉彎 就一攻而破 那麽 那麽最後我也是選這隻 那麽 那麽三勝最強 那麽其實三勝最強 那麽 真是很borderline 那麽這隻馬 那麽其實當然他二千 我都說是很準 那麽當然我真是很希望 那麽這隻三勝最強 是最後是能夠來到香港 跑這個女王杯 因爲這隻馬 如果他來到跑這個女王杯 其實就真的夠跑的 對著 對著 那麽這隻馬 那麽難得這隻馬 到現在六歲 那麽每一次看這隻馬 神操 這隻馬 你會看得很精神 因爲這隻馬 這隻馬是fit到不得了 所以這隻馬 我是不一定 就是一隻黑馬的邊線分子 這隻馬你都要選 那麽至於艾欣為職 那麽其實上一場的 就是 京都紀念比 其實他跑得不錯 那麽 那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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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水是2號的李健光鑽, 5號的波斯劍下 15號的文雅之士, 4號的高尚晉日 至於我在其他賽日的其他提示 我又會精選選幾場 大家請留意我的尤達專業和癲狗馬經 癲狗馬經今晚我會寫一篇稿講這個賽日 但都會講回這一場馬 其他場次我都會嘗試給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癲狗馬經 大家上這個matt.hk就可以找到癲狗日報的癲狗馬經 就可以看到在我尤達告訴你這個專欄 就可以看到明天我這個大阪杯賽日的心水 講到這裏, 過了一段時間很緊要 跟大家一年講完杜拜又再講日本 節目都很充實 講了一些心水給大家 希望大家都好運 還有記得今天都31號 很希望大家真的要交月費 交月費支持我們馬場USB這個旗艦的賽馬節目 所以我們就到下個星期六的8點半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